洋董事 met an BMW 洋董事 Break допus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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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水 好几十个呢 开门开门 这不开门都杀进去 一个都不胜 桌前莲花开三朵 换来杨六再继续 都长得货气 是是 我们这是正宗的黑店 没那个笑 我的强项都黑是黑 开门 行啊踏成什么样啊 这个事啊 包在我身上 让开 请问 哪位是当家的 藏 像胆跳 单挑 我一个单挑你们一群 接招吧 连这手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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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来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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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别怕 是吗 通知衙门 叫人来收尸吧 你流血了 在哪呢 这 这不是我的血 早知道 我就不用剑了 你还会实剑呢 实不相瞒 在下正是神笔书生 屡落地 神笔书生 文采五月天下第一 写什么呢 拿过来拿 我还没写完呢 写边看 神笔书生 文采五月天下第一 神笔书生 你怎么没有听说过 就是我 写的小说 《武林外传》第一卷 这怎么还有我啊 你是女主缘啊 你没有糟劲我吧 我倒是我这打了 白斩唐面如土色 抖刺筛糠 只恨爹娘少伤了两条腿 这还没有糟劲啊 老白 小说 小说吧 小说 我请上媳妇了 你想去哪 好 马上给你写上 要先写了 一切一切 再加俩大宅子 这么切 什么切呀 还有俩宅子呢 你又开始偷东西了 没有 休才改变 绿情侯 小说 小说也不行 以后不要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情 什么爱男男女女的 健康 战堂 赶快上来一下 谢谢大宅子 什么事不能下边说 非得上啊 下边要是能说 还照你上来的 这些东西你得见过吧 这不雷拉我们的东西吗 上次他揍的金额 没有来得及还他 你就像办法反够处理的 嗯 小脏啊 咋 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 不是不帮 是我没法帮 我以前偷的东西都玩两天 就给人放回去了 我从来也没卖过呀 那你说咋办吗 交衙门去 交个衙门是吧 东西哪来的呀 朋友给的 哪个朋友啊 哪老户 他要从哪弄来的呀 盗牧师挖的 这不糟糕吗 那我也没让你实话实说呀 你说啥话 我不会 好吧 念你昔日待我不薄 我就教你一招 画正为零 啥意思 把首饰拆开了 一件一件卖 卖给谁呀 谁有钱卖谁呗 哎呀别吃了 小郭干啥呢 他不吃晚饭呢 看秀才写的小说呢 那家写的贼写过 是不是啊 咋写过来 哎 给我看看来 啊 你给我读读 没空 回头等书出来了 你到书书摊上看吧 啊 拿走吧 他还书书 别逗了 不许你污入秀才啊 这本书写的特别的好 在这本书里 我已经是 玉女剑法的第十八代书 哎呀 给我写成 天下第一总斧头 专管抓贼 那那那我呢 你想做什么 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 厨子 咋还是厨子呢 那你想做什么呢 咋的 你当个掌门啥的呀 是吧 你厨子怎么做掌门嘛 这这这这这 说音跟真的似的呢 不就是玩吗 你还真只这十万呢 哎哎 你可别瞎说啊 秀才这个书 要真上了试 起码能卖到这个书 十本过干啥的呀 十万呀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你值关系 我明天就出去打听打听 打听啥 出书啊 算算算算了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不用你想 我去找人 回头你要是赚的钱 你就分我一点啊 没问题 一半够不够 哎呀不用不用 不用那么多 两成就够了 那这么成呢 一顿饭的钱都不够 哎呀你个傻秀的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书要真上市 败到十万 你能分多少钱 多少钱 至少这个书 二百 两千 两万 不可能吗 两万两学花银 白银花花的 灵神神的 估计啊 到时候你这个屋 都搁不下来 那就把炕拆了 拿银子往上垫 你不嫌磕的吗 不行 我的自由 可就全仰仗你了 到时候 我就有钱说声了 离家回家了 我回家了 我小哥回家了 他那来的钱呀 秀子给的 吕琴侯 小说小说 让你不要写这种 乱七八糟的笑说 告体人形花花 这一大甲 怎么还这么惯例呀 这回不是写的 这回是真给了 有钱了呀 啥赚的 大嫂那么坏呀 他还能咋坏呀 整文房自保呗 那些东西勾用就行了 对于男人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 收拾 那什么 我出去转转去啊 过来 天掌坏 吃好 一根来的呀 最近少爷还好吧 想当东西呀 我有啥好当的吗 你去起来吗 废话 我 什么意思 那只想 你先吃 先吃 你这说 我早就喜欢你了 咱们俩上次 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你了 真的 可是 我们家娘子 这一代有名的窝里横 所以我 不敢拿窃 谁让你拿窃了 不当窃 休戏就更不敢了 正要让我娘子知道呢 真 哎呀 会不会让她知道的 这些寿司呀 校长都准备好了 不思点 童老板 你这一般心意 我就是死 也心甘情愿 哎呀 不思点 你怎么说 这些寿司 你先留着 我回去先探探她的口份 她只要一封口 我一定发现 去到时候 陈掌柜 喝鼻子 等我好消息 哎 陈掌柜 这是咋了 凤凤火火的 啊 喝多了 大大 夜来一会 可不敢喝酒 这几天要全来一会待岗 随船随到 咋了 说啥事情了吗 太平山的信王墓被盗了 啥时候被盗了 半个月前的事 为了这事 连兵部刘四郎都盗了 都来咱这儿了 啊 据可靠现贸 部分账款 还在这一带流传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别以为这样好 就没有坏人了啊 你到大集团看 看着挺老实的 没准就是一个流产多年的 酱油大盗 那你们下一步 大选怎么办呀 手术带头 我们在所有商铺都埋了点儿 保密啊 我是对一个人说的 吃饭吃 吃 到时候 只等地盘出现 谁当济库 连谁都免了 直接推到八条 咔嚓 你摸脖子干什么 这才四月份 卖来的蚊子呀 行吗 买一身 你消点声 消点声 这不行 哎呀 我的天 你还真打算埋这儿啊 我埋咋办呀 万一让衙门知道 咔嚓一道 那死到无所谓 消费咋办 他埋这儿也不安全呢 咋不安全 有种人家叫巡权 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巡妇 正经办案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不用带 就带一条狗 到现场一闻 你挖的再善 都能给你刨出来 你说咋办吗 要我说呀 交到衙门去 你不嫌活着 咔嚓一刀 我的意思是说呀 咱趁着天黑 神不吃鬼不吃 往衙门口这么一放 天一亮 不就消暗了吗 好主意 行 常规的 行不头 你咋来了 正找你呢 这你丢的吧 你知道在哪找着的吧 衙门门口 你说巧不巧 为你换 巧 巧得算 下去到这个房子是恶的 我昨天在这儿见过 以后小心点了啊 这换的是我 给你送回来了 要换着别人 只不得给你卖哪儿去了 包里放的是什么 都是一些土里埋的 土里埋的 偷特菜 那我得看看 里边有吃的吗 你哟 都随便不吃钱的玩意儿 小气 早知道我就不还你的 那你先坐啊 我回去帮帮 掌柜了 人我给你找来了 来来 前掌柜 你这儿又撒了呀 童话 跟我的娘子商量过了 看来咱俩这事得保护脱 这是拖啥呀 你赶紧干正事呀 下掌柜 你昨天不是让我帮你找买主吗 我一出门一看钱老板 就接着就乱溜的呢 我就把他给耗过来了 什么买买什么呀 手势啊 拿出来 拿出来 拿就拿嘛 就这个 这是太贵了 这得多少钱啊 你看这儿给吧 出来没带多少钱 就几文钱 毁你的 真的了 还有多少 你又没有了 我昨天看你拿了包袱里面 不要 在楼上 你们这些去拿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到你卧室里 去看一下了 你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你跟那家掌过啥呀 身上为带着 脚底却带着 你不嫌疙疙疙疙疙瘙 年轻人 结了婚就知道了 男人为什么长鸡眼 都是额不嫌疙 同长卫 那啥 我想买点 还有吗 有 Saints 哎呦 我这造型什么年啊 亲爱亲爱 手是没了呢 还可以再买 命要没了就全完了 哎呦 我当年可怜命就不要了 哎呦 我的非最受的 主要被他三万钱就拿走了 就全当是破财免灾了 哎呦 我的皮育半痴 哎呦 哈哈花财了 啊 啊 怎么了 啊 啊 哎呦 店里被偷了 这抢抢 那赶紧曝光啊 我去找新部头 回来 就是他们抢丁了 那有没有王法了 我都回来 怎么同意 那就不算不算抢了 哎呦 哎呦 那是你奉献呢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哈哈 我得麻烦我小铃啊 哎呦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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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哈哈 你刚才说要发财娘是什么意思 昨天下午啊 你带着秀台的书稿去了一趟酒家庄 他又混到谁了 谁啊 范大娘啊 范大娘谁啊 哎呀金城最有名的书章你不知道啊 哦 哦 三国是他发的 胡说 范大娘发的那是三国前传水火后传和西游外传 看人家都知道 哦 没看过 还有初强契和翘渊家 什么 又是我二维公司的 那都是禁书啊 你们那都看过呢 谁看过呀 我能是像他俩似的看乱七八糟吗 我跟你说啊 范大娘这种不法书上 早就该逮起来了 把他逮了 那秀台的书怎么办 你还真打算让他把呀 那当然了 范大娘说了 秀台的书他能包销十万呢 那你能赚多少 我能赚多少 你就能赚多少 啥意思 秀才说他要分我两成 我就分你一成 为什么 秀才那个死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回头人家要是来了 还得倔劲一贩 我就整死他 别死了 给我留口气 留口气 我的自由呀 就全仰仗你了 范大娘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你慢走啊 我自己能走 哪个是李秀才啊 这这这我 我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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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相当不错啊 不过 跟小罗比起来 还要相差一点 哪个小罗 哪个小罗 小罗都不知道 罗关仲啊 哦 写上我呢 知道知道 你不要紧张 你写你的 你不管写成什么样子 我都能把它 当镜子卖出去 好好好 我上面有人 哎呀 谢谢啊 你什么时候叫稿子啊 第二卷才刚开始啊 哎呀 你就抓紧点嘛 来 这个钱啊 你们先花着 要是不够啊 就开口 啊 我上面有人 你老老说上面上面 上面是哪上面 哎呦上面就是上面嘛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别会 一个月的时间还够啊 一个月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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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月初十之前 我们就把书稿给你送回去 那好 先把契余钱了 哎好好好 契余 来 那个 范大娘 嗯 那他要是写的不满意 那该怎么办啊 我满意就改嘛 也就改到满意为止 我上面有人 是是是 那 那万一要是出不了书 哎呀 那他也不能白写呀 契余上面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 你自己看 什么什么 最后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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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最终未能成书 则赔偿旅全部损失 哈哈哈哈 叫这么定 那就叫这么定 来来来来 我的疯吧 我还能害你们吗 啊 啊 上面有人 哎天啊 你签吗 快点签 干吗呀 我签吧 签手 签手 你签不签 签不签 行你不签也行 啊 疼了 我要破自己的手指头 你叫什么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什么 妥了 好了 我就拿走了 对了 这个钱啊 你们省着点花 不够了你们就开口 我说了有人 对 有人 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 干什么呀 快去写啊 快去写 快去写啊 你都手指头都破了 都是为了你啊 快打开 忍忍点啊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写的怎么样了 正在写吗 怎么还是这里 李宗盛 你想干嘛 我写不动了 脑子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钱也拿了 约也签了 赶紧写啊 那就把银子还给他好了 大不了我就不写了嘛 哎 怎么你怎么听 呦呦呦 生那么大气干嘛呀 你看你看 是不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啊 要不你打我两八成 你要不想动手 不想动手就踹我两脚 好不好 来来来 踹我两脚 我倒是敢 干嘛 这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怕我写不好 怎么会写的不好呢 你写的特别好 要不然我为啥要帮你呢 你那是帮你自己 对啊 我就是想早点恢复自由 这有错吗 秀仔 你都不知道 自从来到这个客栈 我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还要干活 还要帮莫小费洗脚 你看我这个手 都特别什么样子了 干哪 你是练金套长练的 快 来来来来 喝杯茶 好好写 我一定会好好陪你的 现在才四月份 好好写 好好创作 你把这包东西拿走 这包东西就像麻雷子一样 随时都要爆炸一样 放在房间 连个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住 好不容易睡着了 就正夜正夜的做个梦 梦见好几把这玄圈 围整个药 不是你给我 我也睡不着我 你就当时救救我吧 我给你滚下 长柜天 长柜天起来起来再说 起来 你们打电话就不起了 好好好 我答应 我答应 但是 我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说 这回要拿走了 就再也不准要了 那你打算这么处理啊 既然是麻雷子 就得扔得远远的 要炸 也不能炸到咱俩 你打算扔到什么地方 我自有办法 赚柜子 你们急吗 三十厘地够了吗 够了 笑不露尺早的 不露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先回来 都更加三分 回来 起饭 起饭 干嘛 站在 干嘛 老婆 咋回事 我扔了 你从哪儿见回来的 西南河 你搞西南河干啥去了 捞鱼啊 结果鱼没捞着 去捞捞这个包了 你 给我吧 你向阳死吧 向阳就拿去吧 我不要了 张医 你还不要怕呀 放心 达达你拿呀 你怎么拿呀 白战堂 我真扔了 我昨天晚上走了三十里低 我才敢扔的 那小贝咋会见着的 我给扔错方向了 我要是扔下游的话 他就漂不回来 我给扔上游了 你这样 包我拿过来 我从扔的 大贝贾定找死吧 那我就晚上再去扔 不行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吃得掉 我连外饭也吃不下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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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干什么呢 老板 没完没完 你把他们批了 你别走 我害怕 不要害怕 呼噜呼噜毛 吓不着啊 我的手 抖得不行 拉拉手 好朋友 还有嘴 你的嘴怎么了 抽筋 写东西 要用嘴吗 那你把眼睛闭上 你打人 你长长嘴 不后悔 怎么样 可以闲了没有 都这个样子了 我 早知道 早就用这招 要说人这是正经玩意呢 咱好几十下了 啥事没有 你看 魔鬼 掌柜的 这都是魔鬼 掌柜的 拿走 都拿走 掌柜的 这些东西要实在不行 你就 那就把它留下吧 我现在总是明白了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香甜送给我的礼物 我再也不会 把它送出去来 瘋了 瘋了 那你要这么想也行 反正你知我知 没有第二个人知 那你就把它藏进来吧 恶地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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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妈 写会吧 这么快 你自己看看 阿姓写不好 你知道后果的 刘蓉 你叫什么 小郭 你说啊 这写的写好了 写完了 卖得也火 我成了大作家了 是不是 那你愿不愿意 愿意什么 带我去趟你家 你去我家干嘛 拜访一下伯父 你伯父在我们家吗 信什么 厨子还是花匠 你说的该不会是我爹吧 就是他嘛 一直久仰大名 就想登文拜访 没机会 好啊 好啊 秀才 你要是想去的话 现在就去行不行 顺便帮我带个信 什么信 口信啊 你就跟我爹说 我现在被困在这 叫他赶紧派人来救我 掌柜的知道的话 不得了的 就这样吧 我还是等你 跟你一起去 那得等十多年呢 不是你我也等 到哪儿去啊 找范大娘 讲通过 看我怎么收拾 你尽管收拾吧 只要是你 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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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中天际 不行不行 根本不行 这根本就卖不出去嘛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那你想象中 是什么样的 首先啊 这金笔苏森 和芙蓉女侠之间 不能老是轻易 绵绵 你弄我弄的 那怎么办吧 总不能让他们俩 打起来吧 要打 必须要打 可是打了一半 忽然又好了 好了以后 芙蓉女侠 怀上了苏森的孩子 啊 这 这合适吗 合适合适 读者喜欢 为了个倒霉的孩子 女侠租租怀了 十年零八个月 哎呀 那还是人吗 当然不是 是母会是人母 在她出生的同时 芙蓉女侠 就难产而死 那金笔苏森呢 也死了 不过是被那个孩子 活活地给咬死的 那咬死之后呢 那 卖点来了吧 卖点来了吧 有人追看了吧 咬死以后啊 这孩子啊 就蹭着一下长大了 此时 她的心里 只有一个目标 为了报仇 报什么仇啊 杀父子仇啊 他爹不是 被他自己咬死的吗 是啊 但他自己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找啊 究竟是谁 找我的父亲 谁能知道呢 可他不管 找一个问一个 问一个杀一个 杀一个问一个 江湖顿时笼罩在 血腥风之中 这我没法写 这 他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 他写不了 没法写 那好 退钱了 还什么钱啊 预付金 赔偿金啊 这应该是你 赔给我们才对啊 就是 小丫头 你这契约看仔细了没有啊 啊 若最终未能成书 则赔偿全部损失 对啊 是赔偿女全部损失 哪有女啊 哪有女 你仔细看看 这不是在这里嘛 你看嘛 女则赔偿 你敢改契约啊 这就是个默点 少废话 还钱呢 钱太深了你 太深了 对对对 您记得 多少钱啊 三千两银子 我到哪找这么多钱去啊 没钱 那还有客栈呀 这不是我的客栈 这房子虽然不是你的 可是地皮 这是赌产的 打死我也不能卖的 那你就死定了 晚上我来拿钱 要是拿不错钱来 我就告诉你 我们大佬里见 我上面有人 本来这事我也不想管 可他那个契约 是我和小郭逼他签的 你看 他倒就说过了吧 这种东西不能乱卸 果然卸出问题了吧 掌柜的 我求求你 求求你 帮帮忙 要不秀才就得坐牢 人家上头有人 不要说有人 有神也不行 三千两银子 让我到那给你造去 你没钱不还有首饰呢吗 啥首饰 我得首饰造就被烙钱和烙心 给孤岛揍了 谁说你首饰啊 我是说那包东西 不行不行 那包东西 上天送给恶地利物 舍咋也不能给他 你还真以为是上天送给你的 一笔不义之财 你别糟蹋老天爷了你 行 行 你留着吧 脑袋掉了不过晚大的疤吗 你明天上刑场 我后天就当掌柜的 店的名我都想好了 老白涮肉房 老白回来 这都是人了呀 什么呀 这是 我的银子呢 您看好了 这包东西 要是低于一万两银子 我再搭你一人头 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你往这看 好 我去勾个价 你把契约留下 等我勾完价再说 好 等你 以后想写了 就再来找我 我上面有人 都是我不好 不争气 写不出他要的东西 让你们也跟着我说委屈 你别以为你那么说 我就能放了你啊 那你想怎么样 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写 什么时候写完呢 什么时候算完 我还写啊 你赶紧写吧 掌柜的等着看呢 掌柜的也喜欢看我写的东西啊 那倒不是 掌柜的打算把这些出一本书 然后拿出书的钱来补他手势的亏空 那么多的手势就换了个车 你得把木瓜放长远一点啊 万一将来火了呢 就这不太可能吧 为啥呀 一个铺头又是起又是去 这不啥嘛 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 谁说我们铺头不能取其拿去啊 你什么时候当铺头了 又熊铺头了 小说 小说秀才写的 来来来 你咋来了呢 昨晚忙了一宿刚说对 忙啥了 有啥大案子 昨天半夜一个胖老太太出城 被我们碰到 还没说什么 她就破口大妈 那么吵死呢 可不咋的 后来被我们一拦 然后再一搜 你们猜搜出什么了 搜出啥了 细盲目的陪葬首饰 哎 怎么了 大人呢 关大牢里了 兵部刘士郎 待会儿就到 他来干啥 三堂会室啊 光锦衣卫就来了八十多个 各个都是绝顶高的 到时候 和这件事有牵扯的 一个都甭想跑 全部咔嚓 你还不信是吧 你等着瞧吧 到时候眨手之后 我带你们一块看 回头 我给你们留个好位置 啊 単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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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柜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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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柜的 単柜你干啥啊 要逃啊 不逃咋办 等着他们来抓吗 那你走了 客栈怎么办呢 脸头握不揉了 还要客栈又再用 还愣着跟他 快手势东西 你走吧 我必须得留下 魏萨 这回的事 跟以前的事不一样 以前我走就走了 对别人没有影响 这回我要是走了 秀才和大嘴 肯定难逃一劫 跟他们有啥关系吗 我在 跟他们就无关 我要是走 他们就说不清楚了 弄不好还得受牵连 起码是一个窝藏罪 这种不义的事我不能干 不会吧 你赶紧走 我给你捎个东西 不行 要走你走我留下 你留下干啥呀 那反正没有钱 可随便他们这么闻 我就不承认 他们要对你严情搞打 放心吧 行不通不会搭搭铁 大人也不会说 你赶紧走吧 带上小贝一起走 掌柜的 你可想好了 走走走 给你们收拾东西 等天黑来家 牛人你走还走 老挺白搭铁的啊 晚上要死了 我们就把衣服盖倒背头 孝醒着凉 烦死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磨叽什么呀 走快点 给你嫂子倒个别 走了啊 嫂子 走了 走吧 走吧 咋了就是啊 怎么回这儿 摩斯 走吧 走哪儿去啊 衙门 前房带路 别别别别 衙门这会儿正乱了 别去 咋来 衙门死人了 就昨晚堆了个胖老太太 那他死定了 刘世郎 往公堂上一坐 还没说话呢 那老太太开口就一句 咱上都有人 你想啊 那锦衣卫生何等人物 一听这话 就往房上串呀 一下上去八十多个 扯着咱们开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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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 然后方梁就塌了 大梁掉下来 郑忠老太太闹门 临终她还说了句话 啥 呦 人 就厌弃了 哎呀 好可怜呀 可怜人比有可恨之初 忒可恨了 到老也没弄明白 这哨子究竟什么人 你说哎 会不会是他自己人来救他 很有可能 是吧 老行 你选拖着啊 能出去有点似啊 你可出去和他 这么怕 你干什么事啊 你 小唐 小唐 哎呀 这哨子究竟是什么人啊 真费剑